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之前我有讲过 DI就是一群打着多元平等的口号 却在搞歧视的人 但有时候只从做法上面 还很难的直接定义说 哦,你这个就是歧视 例如以台湾的职场来说 最直接的反歧视条款就是工作 除非真的是非常特定性质的 要不然你不能够限制 我只要男生或者是我只要女生 这就是一种反歧视 因此在非特定条件下 例如说像是有身体上的差异 才会去做这种限定 要不然一般情况下 你只要有限定性别 应该都是一种很明显的歧视行为 好,那我们如果讲到政治正确的游戏 现在很多人应该都会直接想到玉璧 的确,其实二名昭彰的Sweet Baby 他们的创始人就是从玉璧出来的 再回来跟玉璧合作 之后再开始把这一块往外推 从2018年一直推到现在 搞得游戏也整个乌烟瘴气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要讲的是 预必有一个开发者培育计划 其实这个培育计划并不是现在才有 但是今年它多了一个很奇特的规定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开发者计划的网页 因为是英文 所以我直接用Google翻译 大家会比较容易看清楚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我们培育新一代的游戏开发人员 这群开发人员我们并不是培育来为玉璧服务的 我们是让他们有游戏开发技术 之后他们要去哪里都可以 当然这种就是屁话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一次的问题出在哪里 参加条件 第一条 你必须识别为女性或非二元个体 非二元个体这个我们比较难认定 你就先不管他 但你一定要是识别为女性 简单讲 要嘛你自己本身的生理是女性 要不然就是你必须要打从心底认定 我就是一个女性 这样子的人才可以参加 那你这个条款是当男生是什么东西 多元平等是当男性是什么 你现在是在多元平等的杀小 你现在当全世界一半的人都不是人是不是 光是这个条件出来 你这个公司在那里说多元平等完全就是冷宵 尤其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其实非常崇尚多元平等 问题不是你们这种随便乱搞 搞到一群人反而被歧视 那么下面他有讲到 请注意该计划不是实习或就业机会 参与者不会参与育弊计划 或获得任何形式的报酬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他们最后参与者的声音 好这些参与者现在在哪里 这位到了育弊的夏阿塔工作室 这位到育弊的多伦多工作室 我要为了确认是不是我英文不好 他可能不是去多伦多工作室 而是受到多伦多工作室的培训 所以我有点进去看 他培训的项目是彩虹六号 彩虹六号并不是多伦多工作室开发的 而是育弊蒙特罗工作室 因此我的意思应该没有搞错 这群人培训完 的确就是直接去育弊了 当然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留下来 可是育弊会定下这个计划 身为一个游戏公司出身的人 我绝对相信他本来就想要帮自己培训 值得使用人才 要不然干嘛定这种免费计划 然后培训给其他游戏公司 哪来那么好心 所以他今天就是 我们不只要培训游戏人才 我们还不要男生 只要女生 或者是非二元个体 我们就是要打造一个 只有跨性别或女性的团体 我们完全把男生排斥掉 这种团体你跟我讲说 是DI多人平等 说真的看完这个 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只有 预避你最好赶快给我破产 直接给我收掉 这人再也不要碰游戏最好 多人平等包容 是只有具备多人平等包容之心的人 才有资格享受 如果你要搞这种歧视 那就不要怪别人歧视你们 以上就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